我不怕穆震飞,我更不会怕你那个初恋男朋友,如果你们再敢见面的话,我会让你们都不好过。 怎么样,整个房子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儿了,你好像对客厅反应平平,对厨房和卧室也不怎么感兴趣,好像挺喜欢这儿的。 这花园真的不错,也是他们两个设计的,不是,这个是同学的主力设计,每一砖一瓦都是他自己亲自挑选的。 你不是喜欢养鱼吗,怎么不在这里弄个鱼池啊,我原来是打算在这儿弄个鱼池的, 可后来同学说,鱼人应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江河湖海里,不应该被困在鱼池里,所以我就打敲了这个念头,听了他的意见,弄了个喷水池。 这么多年来,有多少女孩想要抓住穆家二少爷的心,结果都抓了把空,那个同学随便说了一句话,你就上心了。 可能他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吧,不是一上来就想抓住我的心,你知道吗,那些对我百依百顺的女人实在太没意思了。 应该是没什么挑战性吧,姐夫,真正爱一个人,不是用来挑战的。 我姐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时时刻刻地想挑战你。 怎么,你喜欢这个同学了? 也不算是吧,就是感觉还不错。 你怎么总问同学啊,你怎么不问问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没什么好问,是因为太熟悉了,没必要问吧。 你猜呢? 除了这个小花园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是那个同学设计的? 还有个书房,要看看吗? 这个书房有点奇怪,风格和整个房子一点都不搭,不过我挺喜欢的。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对不起 那天,我在医院发了一下脾气 是我害你受伤的 冲发脾气也是应该的 来 你气消了没有 我打坏了你的古董灯 你还知道那是古董啊 那我陪你好了 你拿什么陪 这里面 放了多少首饰? 还不都是你送的 可是你平常也不带 你送的都那么朱光宝气 我一个打工妹,难道带着去上班啊? 那今天晚上 你就有机会了 我们出去吃饭 来 来 穆先生,您的位子已经准备好了,客人已经到了,里面请 好 谢谢 客人 你从来没有带我见过 你其他的朋友啊 严格来说 他不算是我朋友 坐 小雪 莫先生 可以上菜了吗 可以了 这就是我的家里 跟你皮过的餐厅 从这里望出去 夕阳的景色 是不是很漂亮 这里跟我在去年 爬珠峰的时候 看到的景色相比 简直不值得一提 我想去洗手间 你也该玩够了吧 下个月开始 回公司实习 我已经跟何姐说过了 他会派人跟着你 下个月不行 下个月我约了登山协会的朋友 我要去爬山 爬山 你记不记得 去年你在珠峰登山的时候 我所受的伤 你这样做是对董事会不负责任的 有你对董事会负责任已经足够了 莫总 而且以莫总别具一格的处事手段 在远东集团稳住泰山吗 你别以为惹我生气了 我就会放任你去不务正业 我告诉你 不管你有什么借口 下个月开始 马上回公司实习 到时候再说吧 你刚刚不是说要去洗手间的吗 去吧 谢谢 吃吧 你也吃 杰飞 实习的事情 好好考虑一下吧 行了 你费尽心思的想让我回去 可是我回去之后 我站在哪一边 我是站在我爸这边 还是你那边 你姓沐 当然是站在你爸那边了 你还真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可不可以跟他去说一句话 随便 谢谢 我想求你一件事 不要告诉叶盈对吧 放心 谢谢 我可以帮我来说你 我可以帮你去看我 你一件事 是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 好不够了 我可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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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先生 佟小姐 回来了 今天晚上 你就不用过来了 回你自己房里吧 对不起 这种错误 我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这样的蠢事 我也不打算 跟你处理第二次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如果我知道 她是你小舅子 我就会离她远远的 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有这种办法 我不这样做 她就不会知道 你是我的女人 那你就不怕她 告诉你老婆 你就不怕你老婆 像对付苏珊珊一样的 对付我 我怕谁 我不怕莫振飞 我更不会怕 你那个初恋男朋友 如果你们再敢见面的话 我会让你们都不好过 我很 Além agreَّ红服 咿 咿 瘋 我 姐 尽 我 她 E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